隨暑假旅遊忘記來臨 最近中國宣布將澳洲納入免簽證國家名單 上個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才剛赴澳訪問 將澳洲納為中國免簽國家 中國外交部還表示將進一步擴大免簽國家范圍 包含紐西蘭 澳洲 波蘭等國執行免簽政策 而從一號至明年底 這些國家持普通護照 只要不超過15天就可以免簽入境 到中國經商 旅遊 探親房遊等 即使中國透過政策吸引外國人附中旅遊促進消費 但澳洲政府依然把中國列為高危險國家 根據澳洲外交貿易部的旅遊指南顯示 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理由拘留外國人 澳洲人可能面臨隨時被任意拘留或過度執法的風險 就有雪梨科技大學教授認為 一方面中國經濟不斷下滑 外資撤離 外國遊客還很少 同時他們又因為國安法和反間諜法 隨意抓人 甚至外國人入境時還要被檢查手機 就算中國對澳洲公民祭出附中免簽 但相關法規仍讓許多遊客人人自圍 就算官方善意提供免簽 想去的遊客恐怕也寥寥無幾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